为加强对残障人士的支持,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将每年额外拨款900万元,资助日间活动中心和关护院,以提供更有质量且负担得起的护理服务。当局也推出为期三年的试点计划,为需要更多援助的残障人士提供支持。 万有智力障碍的山蒂妮在社工的帮助下克服了害怕出门的恐惧,像她一样需要更多援助的残障人士,如今能在为期三年的高援助性残障个案管理计划下,从九人组成的团队得到更针对性的支持。试点计划这个月展开,多达100人可从中受惠。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也宣布,10月开始将每年注资额外300万元,让日间活动中心聘请更多护理人员提升服务素质。 同时,当局也会为家庭月入在2800元或以下的残障人士设下收费顶线,把所需付的每月护理费用减少到20元至710元不等,预计超过500人将从中受惠。 从7月开始,当局也将每年投入额外600万元,让为残障人士提供住宿的关护院,聘请更多的专业护理如心理学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